这个算是一个玉石 因为我从小就是跟妈妈相依为命 然后就是那时候也没有见过爸爸 然后妈妈就一手把我带大 然后我就一直很感念妈妈 可是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 她都一直陪我分享这个荣耀 但是等到我真的有一点赚到钱了 她就过世了 那我就一直很感念妈妈这个 没有享受到 感受到妈妈这个恩情 可是有一天就跟我们的彬彬姐 我们去大陆南京商业的时候 我们就去逛宝物店 我就看看 这一件我就看到她 我就觉得有满满的感动在 因为她就是两只猪 然后就好像我妈妈带着我一样 还坐在金元堡上面 对 就是妈妈一手把我提膝长大 然后让我可以自己赚钱独立这样子 我觉得满满的感动 因为我自己对宝物也没有任何的研究 然后当时那个店家就直接开三万多人民币 对 对我来讲是很多的钱 但是我会觉得说 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意义非凡 我就也没有问过任何人的意见 我就说那我就直接砍价 两万卖不卖 砍到最后店家说OK 然后就买回去了 结果冰冰姐把我臭妈一顿 所以这是两万也没准 不是 臭妈 因为他们年轻人 这个年龄刚好是要 要赢不赢 赢不赢的年纪 然后赚钱这么不容易 这么不景气 演艺圈还能站在这里 就真的叫不容易了 你这套钱拿去买一个 你不知道的东西 两万块当年的币子是称于五 所以他是十万代表 我就说我看今天刚好 叫他来 师傅 秦老板 好感变 小板真的假的 好的坏的 值不值钱 你老实讲 没关系 我都没跟你怎么样 所以你到底 小猪玉石 心里会他 会很紧张 两万块钱钱币很多 假的 不行不行 刚才冰冰姐你讲的有道理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 买东西尽量能够控制 钱最好是放在存则里 比较实际 是是是 像当然了 如果买一个吉祥物 比如说猪代表多子多孙 还有这个上面还有钱 还有元宝 当然是件好事情 但是如果拿钱去换这个东西回来 这个好像 我觉得好像有点 是不是没有那个价值的意思 但如果买对了 是 首先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是真的翡翠 真的翡翠 代子罗兰 可是大家要想到 一个好的翡翠 如果真的很棒的话 会去做饰品 不会做摆件 戴在我身上 对不对 摆件价格一定就喊不出来 对不对 戴一点紫罗兰 然后也蛮吉祥的 但有2万块人民币的价格是吗 我们就建价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建价 来 请建价 5万元 台币吗 台币5万元 台... 一半 你以前要给他出一半就好了 你要我... 你没准来把我给他 台很久的 你如果竟然要走他就买你了 对 你要走不走这样 这样 这个就是 怎么讲 冲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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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紫罗兰的部分 会不会是加工的颜色 不会 这圆的 还是圆的 但是我讲 因为这个如果就算是做 比如说淡面的戒指 或者做什么手镯 都不好看 因为它的玉本身不够那个翠绿 不够纸 那会不会摆月前我月值钱 我可以传承下去 大概摆个5000年 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投胎到哪里去了 5万不错的 自己要加油 好 我会加油的 自己加油 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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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